今天是一个殊胜的日子 天上的南斗六星的星场 和我们地球的场性连接 这是特殊的天时 古代叫天人合一的智慧 我们今天的人类是愚昧的人类 只看到眼前的东西 只看自己手中的东西 只看自己身边的东西 连一个族群 一个人群的事情他都不管 连地球其他众生的事情都不管 连六道众生的事情都不管 变得愚昧愚痴 智慧越来越微小 眼界越来越狭窄 不像大人 不像君子 君子是胸怀宇宙 胸怀天下 胸怀六道众生 所以说我们真正的修真人 我们真正道学教育的宗旨是修真 修真是修复自己的本真 没什么修和练的 是通过修和练 用水和火来化现真相 天清地宁 万物永昌 真相笔现 叫修真 是一个修复的工作 灰回复的工作 所以是大修行人 真修行人 要走这样一个水火寂寂的路线 那么这个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是五位 魏月 魏月属土 天上的火归土 地上的火归土 叫归中 人也当归中 归中 归于自己的良心 归于自己的真心 良心是大明之体 真心是明明之体 是一个宇宙法界整体大明的本体 这叫归中 拿在人的中间 就是上下左右前后的中 叫中不中 中 中不中的中 就是黄庭一点真 把整个大法界明体 搜索成一个小明点 回归自己的黄庭空里的一点真 这就是六月初一到六月初六 这六天要完成的事情 所以是只有我们归中了 中也者 天下之大本也 在中里面 至何 什么是至何 喜怒哀乐之未发 未至中 发而皆中节 未至何 何就是和谐 该打雷的时候 打雷 该闪电的时候 闪电 该下雨的时候 下雨 该寡风的时候 寡风 人的情绪 喜怒哀乐 悲恐惊 该发的时候就发 但是不要过分 不发也不对 发大了也不对 要发而皆中节 为之何 何业者天下之达道也 中业者天下之大本也 归中 就得本了 归中 就是归名体 近虚空变法界的名体 归此大中 这就是本 这就是地基 找到这个根本了 找到这个地基了 就会盖成高楼大厦 找到这个根本了 就会长自己的根 长自己的树干 长出自己的枝叶 开出自己的花 解除自己的果实 所以要找到这个中 这个名体之本 这是中业者天下之大本也 何业者天下之达道也 修真之忍 修炼之事 要有真感情 该哭的时候 你能流下眼泪来 该笑的时候 你能哈哈大笑起来 这是要有真感情 不要做假人 装 这就是何业者天下之达道也 这就是大道 这就是智道 能智中和天地欲焉 天地味焉 天是天地是地 天得一亦清 地得一宁 能智中和万物欲焉 因为中和 所以是树 长成参天大树 花开出美丽的笑脸 这是智中和了 这是万物得一 能够灵起来 能够鲜活起来 人得一 以为天下正 子率一正 俗感不正 正于大明之体 以为明德 为大明之体 这是道 这是道教 这是老子太上之教 这是我们玄陵门 历代祖师之教 是我的恩师 雄辰锦先生之教 也是我所传之教 欢迎点赞 留言 分享 弘扬正法 广结善缘 功德无量